中文字幕 李宗盛 只見會場桌子 被滿滿的皮卡丘佔領 皮卡丘 不過會說話 能互動的玩具還有它 你是誰 我是HALO 我的名字是Koji 我是HALO Koji 請你 一九七九年 就在鋼彈動畫亮相的HALO 經過業者圓寸復刻 廣告才推出 立刻引爆轟動 HALO 起動 GUNDAW的話 無合金 請給我看 連鋼彈的手術性能 很厲害 父親會熱中 邊滾動邊聊天 讓使用者彷彿進入了卡通模式 雖然一組要價超過了台幣四萬元 詢問度照樣爆表 超過了嗎 現在有眼睛了 好 直擊 鋪滿竟然會說話 原來這款動物造型的存肩筒 內建感應器 能講四百句話 還具有語音辨識功能 甚至能自動連接Wi-Fi 天氣教授 今天天氣 很興奮 天氣Caster 今天天氣 就連相鋪玩具也有新玩法 但這遊戲是沒有手 沒有手 一、二、三、三、三 業者錨起來開發新產品 原來是因為不論景氣好壞 玩具銷量屹立不搖 昨年2014年 7367億元 所以過去10年 最高記錄了 對 短短四年 市場規模再破八千億日元 現在又有最新科技的加持 讓玩具大戰超越年齡層 魅力連大人都無法盪 這次新聞綜合報導